小米集团01810日前发布新型号手机 多件大行看法正面,认为手机定价具竞争力,唯亦有担心其产品改善的持续性。小米股价层涨于6%,收报11.38元,升4.98%。手机设备股炒上,花旗指今次新推出产品性价比高,而公司近期策略反映。 未来人工智能结合物联网方面以具教好布局。该行料,手机预售数据可乘小米短期催化剂,与小米买入评级及目标价16元。中金亦称,小米的相机及用户界面已在新手机上进行升级,以集团拥有多品牌战略,并正在扩展其人工智能及物联网产品。 相信将成为小米今年的主要增长动力。维持其买入评级及目标价13.5元。 野川则认为,小米软件方面有改善。同时新手机的配置与同业的旗舰机类似。 但价格具竞争力。违须留意小米能否逐改善其产品组合。维持买入评级。目标价13元。 谁顺基于对今年中国智能手机销量疲弱的预测,料会对小米股价有负面影响。 但该公司在物联网业务方面增长强劲。因此维持中性评级。目标价为11.6元。 手机设备股股价作普遍上扬。优泰科技01478收声近9.5元。 通达集团00698及信语光学02382声语4元。 随声科技02018声2.7元。